哈哈哈 其實今天都很開心可以親自聽到你的心聲 和大家說多一點關於你的藝術作品 背後的故事和意念是怎樣的 我們不如就由第一站開始講 好嗎 這個是一個裝置的藝術品 它本身是我最早接觸藝術的 閃繞的一些線條畫 在這個創作裏面整個的藝術空間 會包括一些雕塑 所以我就將雕塑和閃繞再加上油畫 然後呈現給大家看 一進來就知道將會看到些什麼 是我們這個天若有成主題的靈感內 當然也有問我們今天的拆展人Gary 可以一起跟我們一張照片 謝謝 謝謝 這裏 這裏 不行 這裏 不行 這裏 不行 隔壁 構思搞這個藝術展 其實整個藝術展是大概在疫情的中間 一直都是做一些網上的活動 很想準備好 當時沒有想過演唱會 因為可能演唱會都會往比較大型 聚的人會多些 打算做一些細型的 突然想到藝術空間這個概念 就開始佈場 剛剛佈場之後就找藝術師 剛剛佈到現在這個時候 因為我們需要的是整個館 它主要四個展廳連外外 它可以分別租 所以有些時間是其他人租了 我很希望盡快有些 跟觀眾的身體接觸 剛剛好這個時間 亦都宣佈開放了 疫情亦都過去了 所以很多人都叫我去做 其實花的時間差不多 整個都花了八個月、九個月 心血都不給做演唱會 是啊 所以中間很多人問 為何你不做演唱會 其實我就花了時間去做這個藝術空間展 給觀眾感受一下你在台上的身上 是啊 那個是一個轉折 我很希望 很可愛 我希望一進來的時候 那個閃繞 和那個雕塑裝置 那個是compound了 所有的不同的elements 在這次藝術展 因為這次我也是感受的過程裏面 我也是一個小學生 我很希望進去那個小舞台 然後大家把自己變成劉德華 然後用劉德華的角度 慢慢去看這些作品 可能會特別些 在未有這段時間 一起透過這些藝術 其實和小孩的溝通都難的 但是透過這些藝術品 或者在藝術創作的過程裏面 可以和他找到第二種溝通方法 同等地就是 完了整個藝術展 真真正正投入可能四個月 日以繼夜這樣 發覺其實用作品溝通 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 雷雷知不知道 雷雷知不知道 雷雷將那些畫圖放在那裡嗎 知道的 是啊 還有我要得到approve才知道 是啊 這些他有份選擇還是怎樣 他選擇的 好 其實我們有百幾二百幅的 有一些是他初期的 他又不是很想見到 所以是 這些 有些是我求的 有些他不滿意的 但是又 這樣 因為我覺得 一起畫 有比對 有一對對的會好些 是啊 這樣 這樣 現在搞定這個藝術展 那你演唱會搞成怎樣 現在計劃是明年的 因為我始終都需要半年八個月的醞釀才可以 那你預訂期都要一年前 嗯 這樣 所以 今年會完結之後 重點又去拍戲 要拍多少部戲 我想兩部吧 嗯 因為那兩部始終都是去年定了下來 就是 橡彈三 路火二 是啊 那這兩個是一路在發展著 那希望在明年裡完成 嗯 那會不會有些內地的節目 會找你去做一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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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很少參與中藝節目 在那裡 中藝融 至於一分 還會 至於一分 南向 黃成 還會 發展